這球打進了場內穿越 新城的再見安打 關鍵的再見安打 劉繼宏扛住壓力 一棒帶領球隊拿下勝利 在延長加賽中 先勝負榜汗將 居然贏球 但這支衛扁軍 今年連季後賽門票都沒拿到 獲選單場MVP 劉繼宏也坦言 今年的狀態很不好 今天沒有打得很好 然後也跟你們說很抱歉 然後我們繼續加油 謝謝 終止連續15個打輸 都沒有安打進場 劉繼宏強忍淚水 對自己整體表現相當失望 被賦予衛犬龍主炮的劉繼宏 從開季以來打擊狀況 就相當不穩定 對比去年冠軍賽季 光安打數就少了36隻 全雷打甚至直接砍半 只剩八紅 整體打擊數據 相較去年有大段落差 少了劉繼宏的火力支援 靠撈哥獨撐大梁 根本不夠力 紅山軍提前結束賽季 總教練葉軍張更透露 會積極補牆 已經有扣袋名單 葉總點名三位中信兄弟的搶打 詹子嫻 張志豪 陳子豪 瞄準市場上的自由球員 剛好三人也將迎來自由合約年 龍隊希望多管旗下 考慮配置洋炮 或是在自由市場網羅炮手來充實打線 透過自由球員的交易 那外野的補強 主要是打擊的一個火力支援 如果是王位中這兩位投手 可以穩定的話 他們就請洋炮的分錢 臺灣大賽都還沒開打 龍隊已經開始著手布局 等待臺灣大賽結束後 積極搶人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